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ES5当中通过寄生式继承 不能再用类名点 等于对象添加方法了 一旦你使用寄生式继承 就不能再用这种类名点 添加方法了 你用这种添加方法 就会把原来的内容怎么样 覆盖掉 听清楚吗 把原来的内容覆盖掉 那因此呢 因此呢 我们会在这里写一个方法 我会在顶上写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叫 faction.perttype.a的port内容 等于一个port type a的port type faction 这个是我给谁写的 给faction原型上写 在faction原型上写的内容 那faction是谁 我们现在这个board和box 是不是faction 是吧 所以board和box 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标准 at theport type 是不是 然后在这里我们给一个图像 要添加的port type属性 port type属性 port type属性 或者我们叫port 我们在这写一个这个属性 或者叫purpose P-R-O-P-S purpose属性 还记得我们在前面学的那个 什么呀 复制吗 对象深复制 还记得吗 我们来看一下 把那天学的对象深复制 那天学对象深复制在哪 28号 对象深复制 就这句 我们把里面的 里面的下面这个方法 还记得吗 把这个方法拿过来 这个方法拿过来 这个我写的 这个写错地方了 这个应该是object 这应该是object 然后把这个写一下 写这 那这个就是写成 this 点 什么呀 theport type 下面的它 这个就是purpose purpose 就是前面这些东西都存在 都写好 都写好 然后在用的时候 深复制以后 你看看 我是不是上面有那个方法了 是有那个方法了吗 那我在添加原型当中 我就可以这么添加 bo 点 hertime 点 a的 hertime 括号 什么 faction 我就可以这么添加 而不是faction 对象 写了faction 写了这样 添加 然后这样添加 我就可以给里面添加 比如说 添加一个sum值等于一个10 添加一个 这个obj等于一个对象 我这样就可以添加进去 我们看一下 这样添加完的结果是什么呀 添加完的结果我们看一下 这个底下是不是添加上了 添加上了吗 添加上了啊 所以用这种方式 我们用生负制方法 可以将新的属性和方法 重新添在 bo的pertype底下 重新添在 bo的pertype底下 这两种方法都可以 可以写的啊 好 那也就是说 我们生负制 就可以完成 对象属性添加了 好 那这是我们刚才写的这个 现在我们整理一下 总结一下 我们呢 到底es5当中 都需要哪些步骤 来完成 继承 来完成继承 第一步 这里 第一步是这里 这是第一步 干什么 设置 设置 当前类 子类的 superclass superclass their constructor 的什么 构造函数 .call .call 替代 this和参数 这是第一步要做的 第一步要做的 到底superclass 源于什么地方 源于这一句 源于这一句 到底superclass 源于这一句 contractor 就是指 它的超类的 构造函数 .call 就是调用它超类构造函数 并且将this 替代进去 还有参数 替代进去 这是第一步要做的 第二步 描述 写 继承函数 写继承函数 写继承函数 这个继承函数 就这么写 我咋写的 你咋写 一个字 不许错 没啥 没啥要求 就是我咋写的 你咋写 第三个 执行继承函数 三 执行继承函数 执行继承函数的时候 执行 执行继承函数 然后里面呢 是子类 副类 执行 第三步呢 第三步 添加方法 第四步 添加方法 继承过的 继承过的 类别 子类 继承过的子类 不能 继续 使用 Hotify 直接复制了 复制对象 Hotify 直接 复制对象 需要 一个个 一个个 加入 当然 可以 使用 身复制 身复制 将 对象 和方法 将对象 里的 所有方法 属性 属性 添加 添加进 当前的 原形中 就是说 你必须要写一个 这个 A的PortTime 有方法没有 好了 做完这四步 我们就完成了 基本的 继承 说的明白一点 就是 刚才咱们写这 看到了 把哪一个完成了 就完成了 这个 Extence 听明白了吗 就完成了 当才 Extence 那么有没有 Super呢 我们注意看 这里面呢 Super它 看到吗 紫园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 Super它 对不对 这一句 就是哪一句 就是我们刚才写的 这一句 我写这一句的目的 就是这个Super 这一句的目的 就是这个Super 它和ES6的Super是一样 这个 这个和ES6中 ES6中 Super 构造函数中的Super 构造函数中的Super 相同 相同 那底下的这个Super怎么办 底下的这个 如果我们写成ES6 基层底下 这是不是还有Super 是吧 那底下这个Super怎么办 如果我们写的方法当中 在原方法当中已经有 比如说 我们上面这个里头有一个Boss当中 Play 对不对 它会打印 This.Number 是吧 我们现在呢 把它执行一下 执行一下原方法的 如果我们想要覆盖这个方法 那在这里可以增加一个什么 Play方法 增加一个Play方法 就是增加一个Play方法呢 现在就覆盖了 现在就覆盖了 就是原来那个没有了 是吧 我们执行一下 如果没覆盖 是不是就会打印什么呀 就会打印This.Number 对不对 如果没覆盖 就会打印This.Number 然后我们在这里执行一下 大家看一下 打印了没打印 没有打印 因为这里没有执行嘛 是不是 我如果想要执行This.Number 然后再打印BBB 那我需要 按理原来我应该写Super.Play 然后再加内容 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里点Super.Play 这块怎么样 错了 因为ES5不支持这个Super ES5当中不支持Super 那咋办 那咋办 我们刚才说了 在上面这一块 类当中会有一个Super class 对吧 类当中会有一个Super class 也就是说 我们当前的 当前的 当前的 当前的这个Constractor 有没有 当前的这个Constractor 有没有 This.Constractor 是谁呀 This.Constractor 是谁 是当前类名 是不是 This.Constractor 是当前类名 我们大家打印一下 知情 是不是当前类名 是啊 然后它的负类就叫Super Super Super Class 是不是 Super Class Super Class 就是这个东西 对吗 Super Class 是不是有一个Play 是不是有个Play 是的 有一个Play 因此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把它的Play 做一个点 Call 把当前的 This 是不是替代 进去 如果有参数 你是不是在替代参数 我们当前有没有参数 没有参数 就不替代了 对不对 所以咱们执行这一句 那么这个时候 它是不是就打印十了 是不是执行了 同时我们在执行一个谁呀 Call.Log 打印一个 什么呢 BBB BBB 那么这是代表了什么呀 代表了我们 既执行了Super Class 当中的内容 又执行了BBB 所以这句话 等同于我们这里写的 Super Play 听见了吗 等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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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ES6中 ES6中 Super 加Play 就这个意思 从这里可以看 它基本上全是绕着来走的 绕着来走的 绕着来走 你需要对于 Constractor那些 需要对于Per-Type 由于深刻认知 才能搞成 困难 困难 好 继承 就是这些部分 ES5继承 就是这些部分 其他都一样 那么为了大家使用方便 我在前面是不是给大家提到我一个GS 我找一个吧 找一个 好久班曾经写过一个案例 我会把我们这个Drummer写了一个GS 写了一个GS文件 这个GS文件呢 这个GS文件呢 GS文件 min.js 随便写一个名字 min.js 我们会在这里底下写的这一串 一个一个看一下 这个大家看了以后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是身负质是吧 是不是身负质 然后这个是个 这是啥东西 这是啥东西 这是继承吗 是不是这个继承函数 只不过我把它放在谁的里面 放在函数的原型里 是不是 是不是放在函数原型里了 我当加载进入以后一执行它 我就可以直接用了 我新建一个文件大家测试一下 这是六测试 六测试 大家以后在写的时候呢 哎呀 咋写了 就专门写一个测试文件啊 这个测试文件 我在这写一下 首先我先把那个谁加载进来 那个 gs下面的src 那个min.gs加载进来 对吧 然后紧接着写这个script 我用es5写继承 es5写继承 我是这样写的 看下 faction faction 我把这个刚才写的那个多选框 我给它写成 这个es5的 直接复制一下 这一句 faction 这叫chapbox chapbox放进来 这是不是要一个parameter 还需要一个name 对吧 这两句都没有问题 然后再紧接我需要写 chapbox 加upertise 等于一个 可以这么写吗 可以这么写吗 可以是吧 可以这么写 但是你必须到后面还需要再写一个 加upertise 等于一个 等于一个什么 chapbox 是这样写吧 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contrature写在 这个里面 这样写一下 这样写一下 好 那紧接着呢 说把刚才所写的这个封装这些方法都怎么样 都写在谁里面 都写在这个圆形里 看到吧 先圆形里以后这个方法写的时候呢 这个就需要转换成faction 然后加逗号 这也需要写什么呢 冒号faction 然后后面底下再加逗号 这个也是 需要增加一个faction 然后再是逗号 底下这一块 这两个不需要增加faction 直接用就可以了 A 这就是es5写的类 跟那个没啥大的区别 对吧 用起来我们就这么直接用 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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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ck Check Books 等于一个 NewCheckBooks 然后里面放入一个document.boding 用的时候就这么用 里头就有了 对不对 多来几个 多来几个 你看用的时候就 刷新 是吧 还是一样的 一样的啊 好 我们今天紧接着来 来干啥 来继承啊 紧接着就来继承啊 继承的时候是这么写的 继承的时候是这么写啊 还是radio 是吧 superradio 那一样 也要写faction faction什么呢 RA DL radio 然后紧接着 我们需要写这么一句话 哪句话 刚才继承里头写了 刚才继承里写了 这句 是吧 只不过写这里的时候 它就不是pro了 这应该写什么 video 点superclass 点constructure 点call 里面传入参数 咱们这里头传入几个参数 parent还有一个name 是不是 这里传入参数就变成应该是parent 还有一个什么name 这两个 这两个 那就是这句话 然后紧接着我们再应该写一个this点name等于一个name 这句话写上 然后再紧接着我们也要写继承 继承呢 继承是这么写 就是radio 因为我们不是上头引入了那个参数了吗 引入了那个谁啊 js jsmean.js这里头不是写好的叫extendedclass吗 是不是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使用 video.extendedclass 付类是谁 chartbox 完事 这是谁啊 子类继承付类 明白啊 子类继承付类 然后再紧接着 我们把底下这些 添加到新的方法了 添加到新的方法 新的方法 我们要写这个radio.pertype 我是不是要增加新属性啊 是不是 a的pertype a的pertype 是这个东西吧 pertype 等于一个对象 它里面放过一个对象 新增加的 新增哪些对象 就是我们就是单选方 刚才单选方写的 就是这些东西 我们把它复制进去 复制进去 写在这里 这里当然了 这里东西都得改下 这都得写成什么 faction faction 啊 这里需要加一个逗号 这也需要写成faction 然后再加一个逗号 啊 这个不需要改了 啊 底下就是不用改了 这些都不用改了啊 写完了以后 这个就继承成功了 这个继承成功了 现在我们再来 干什么 把video来造一个 来看 video有没有问题 这样写 拿video看一样 造错了 这里有一个contractor不存在 你看一下这个刚才我们是不是写的这个里面 这个叫superclass 应该叫 叫什么 我们这块写的跟刚才那个是不是不一样了 不一样我改一改 把我刚才那句贴进来 就这一句 改成这样 这个就叫this.superclass this.superclass 好 这时候再看测试一下 好了 OK了吗 是不是OK了 这样我们就把ES5的继承给写完了 这就是ES5的继承 ES5的继承 一个是ES6的 一个是ES5的 那样的继承方法 仔细看明白了 明显ES5的会多一些这个东西 多这个东西 这是我们封装的继承方法 和添加原型属性方法 继承方法和添加原型属性方法 所以这个就可以完成各种继承 好了 那这个不说了 你倒要能给我写下来 对吧 继承函数的 我能写下来 要是这个 能给我继承得了 对吧 达到这个目标就OK了 好 到此为止 我们的继承就说完了 设计模式 明天来简单介绍一下 其实我在前面课程当中 都把设计模式多多少少给大家说了一堆的 是吧 明天 我们来讲最后一个案例 大家选择一 看是做哪一个的 拿面向对象起来 要么是购物车 要么是 轮波图 要不然大家再选一个 购物车肯定讲不完 给大家说肯定讲不完 而且还有一点 我讲购物车的时候 因为代码特别多 好多同学就容易 跑毛了 就后手完全听不懂了 但是从根本上 我告诉你们 就是代码 怎么用原型来写东西 拿面向对象来写东西 在后面 购物车里头可以告诉你 如何一个类和一个类之间 跨角度去传值 去存值 去应用 虽然难度大一些 但是意义大一些 但是购物车显然 写不完 肯定写不完 明天三个多小时 四个小时 哪能写得完 那么大的购物车 服务端程序 我就不重写了 上回写过一个no.js 大家有没有下去看 那个no.js直接用就行了 不过你们要想叫做购物车 我就明天给大家做购物车 拿no.js来做 拿ES6写 还是拿ES5写 拿ES6写吧 ES6多列一列 ES5这个东西 大家只要把我写这些东西 能看明白 就没有问题了 就没有问题了 拿ES6能写出来 ES5必然就能写出来 知道了 都差不了 差不了 一改改 旺游一加就不是了 就是这些 好了 下去以后 大家把原型原型链 继承的内容都看明白 就要看清楚了 就要看清楚了 我我看清楚了 这些东西 都没看清楚了 我看清楚了 你可能没看清楚了 我看清楚了 那你就能看清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